哈喽 大家好 我是鑫 又到了新一期视频的拍摄期 那在今天的视频节目当中呢 我会带大家去光顾一家 非常非常好吃的海鲜店 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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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叫出发 步行走过去大概就是 两站的路吧 这会儿天气我感觉非常非常舒服 下午非常清爽 既没有分也没有说特别凉 虽然说已经下午五六点钟了 宝宝过马路吧 过马路 这把马线过去 说一个我前一组大家就能看到了 就是前面我给大家说的那一家 是比较具有特色的海鲜店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吃的是这一家 大家可以看到 是麻辣香锅炒海鲜 但是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家店已经弯到了 我把镜头给大家往里边转一下 大家可以看见里边有 海鲜大咖啡那一家店 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那家店听说非常有名 而且开的时间也比较久 这会儿看起来也不怎么有人 所以说我这会儿过去去看一下去吃一下 我怎么感觉它有一种迫不及的感觉 比我都着急 麻辣到了 海鲜大咖 没错就是这家 我们进去先看一下有什么 看一下 是个田螺 一份 一份田螺 麻辣虾尾一份 一香 然后 然后你吃啥呢你得看一下 不要吵 一份虾尾一份田螺 还有啥 这量多不多 嗯 还量多 一般差不多 一般是吧 这个 这个 凉菜 泡椒鱼皮 后面还有烧口 还烧口是吧 好可以点烧口 嗯 烧口里面像有腰花盒 衣服箱 还有这个就要帽子 那个全面包在这个面 烤肉 肉 肉串 肉筋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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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肉筋有没有 那一份 那一份 一把一把肉吧 一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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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小一点 我再要个凉菜吧 我想吃凉菜 嗯 鱼皮 这个炒一下 可以 主食有啥 不是 就是炒面和粉 炒面和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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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面和粉 没米饭吗 米饭有 那两份米饭吧 你不要米饭 你不要米饭了 那就先一份米饭了 那炒的还是白米 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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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上的是一份烤肉串 烤羊肉 对 看着 看着非常好吃 看着辣 但是吃起来有点辣 知道是辣肉筋 还是辣肉筋 有点多 烤肉蛮好吃的 因为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烤肉的话 总有一股一股一股 碳粥吧 在今天的这 又有点烤肉 它好像不是木炭烤炸 好像是电炉最烤的 但是吃起来锅满了错 好 这是我们今天点的一份虾子 看着好有口味 好有食欲 反正今天咱们的主打菜 应该是这份炒虾尾吧 应该全名叫爆炒虾尾 它们里边的辅料有那个大蒜 有那个青椒 还有那个洋葱 上面还漂白撒了一些芝麻 刚炒了一波 非常非常的麻 但是麻不辣 我今天第一次要了一份鱼皮 是那个泡椒 泡椒味 之前也没吃过 今天第一次吃 好谢谢 不知道好不好吃 看起来满不错 这份鱼皮看起来不劲道 但是吃起来却非常非常劲道 非常有嚼劲 就跟那个 咱们在超市里边买的那种 中皮是差不多的 反正都是那种泡椒味的 可以看一下 上面是有那个 泡椒 还有那个香菜 这些味道挺好吃的 那各位朋友们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够一段落了 如果有喜欢我视频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说是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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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